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实这个欢相当于今天说的打工 不一定是做奴隶 就是给贵族做事情 这是欢 已经三年了 那么一直没有回去看望自己的母亲 所以现在就不知道母亲是否还活着 现在离自己的家很近 禁烟是近于母 所以我请求用这个期半来送给自己的母亲吃 听了这番话以后 赵顿就使灵哲尽之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给灵哲吃的东西全部吃掉 另外给灵哲准备了单次与肉 好 这个为之单次与肉 应该是为之为单次与肉 替它准备 这个为之为准备的意思 整制了一筐子的食物和肉 然后把这个单次与肉放到鸵里面 送给灵哲 这个鸵作为口袋是两边都开口的 两头都开口的 下面这个季是指的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照顿四灵哲 并且为之单次与肉 这个事情过后 灵哲就替金灵公做了假事 这里面这个寓是参加的意思 其实按照正常的标点的话 按照上下文艺来看 这个寓为公介后面应该是一个句号 这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这个事件承接前面一个事件 就是赵顿四灵哲这个事件 和这次赵顿在进攻当中遭受危难 这个事件 所以下面在这次事件当中 灵哲就冲出来 就把这个兵器倒过来 对付金灵公的假事 从而使赵顿免于难 免之是使之免 免的内容没有出现 那么免的对象做免的兵语 是使动用法 这个从进攻里面冲出来之后 赵顿就问灵哲 为什么这样做 灵哲回答说 我是异桑那个地方的 那个快饿死的人 所以这个句子应该是我 异桑之恶人也 判断主语没有出现 赵顿又问灵哲的姓名和住处 这是希望将来有机会 报答灵哲的救命之恩 灵哲没有告诉他 然后就退下了 好 这件事情 从进攻出来以后 赵顿逃走了 自己逃走了 逃到哪去了呢 等一下我们看PPT 再看相关的技术 所谓游学 为了做官而游学 和为了求学问而游学 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前者是着重于 为求学问而游学 主要的内容是经典的读读和学习 而为做官而游学 主要是通过实践 主要是通过实践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也会接受经典方面的训练 所以我们不同意 这个课本著说是当贵族的普利 主要在于 就是在贵族家里通过做事情 实践 来学习为官之道 那么具体的 这个句子里面 到底灵哲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我们把左传当中所有的患都调出来 看一下会发现 其实真正能够严格 用游学的含义内涵去解读的很少 大部分情况下 主要是在贵族的家里面去做事情 我们只要了解孔子教学生的内容六亿 就可以知道 古代的学习的内涵当中 大部分实际上是跟记忆有关的 无论是社还是玉 其实都是跟记忆有关系 那么只有像文献 包括文字这一块 才是跟学术有关的 所以这个学 学而实习焉 学和习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好 这个遗筹是具体的日期 是9月26日这一天 这个赵川 这是赵段同父异母的兄弟 那么下面这个公子 按照王颖之的说法 应该是是之物 为什么呢 从这个语境上来看 这句话是陈述这个事件的一个结果 最终是由赵川杀死了金陵公 如果是公的话 只是一个行为 没有说明结果 所以这样跟下面这个宣子父 这个事件就连贯不起来 因此王颖之认为 这个地方应该是是之物 这个宣子之王 按照古代的这个礼法的话 他不能够越境 都是在边境处 等候国军的消息 等待的时间是三年 这三年当中 如果军赐之环 赐之环 那么这个罪臣就可以返潮了 如果是军赐之绝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犯了罪过的臣子才能够越境而去 赐之绝而去 赐之绝 赐之皇的话 那么就会回到朝廷 诀和皇是古代社会生活当中 非常基本的两种预计 那么这两种玉器 这个环是圆形的 中间有孔 那么绝就是有一个地方有缺口 跟环的区别主要在一起 就是环不相连为之绝 那么这个环和反环的环 这个绝和绝绝的绝有谐音关系 所以古人就用这种谐音关系来表达特定的意思 大家中学学鸿门宴的时候 应该学到以其所配绝识之者三 按照这句话的理解 那么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误会 就是赵玄子是在逃亡的途中听到 林宫被杀的消息 然后就返回来了 这个记载和古梁传 公羊传的技术都不相同 好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按照古梁传的技术 赵川和赵顿两个人立于朝 而立黑坚为成功 那么太史就要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书是记录 太史就用了一句话 五个字和郑伯课段语言一样 就用一句话把整个事件都记录下来了 这里面 这个誓字是他的 这个威严大义 是赵顿作为臣子 杀掉自己的君主 这叫做誓 那么写下来以后 拿这个记述 在朝廷 朝臣当中 上朝的大臣里面 这个展示 好 这个誓字在 和这个誓 是同源字的关系 这个誓 我们知道 凡是从这个字形的字都跟什么有关系呢 都跟神灵有关系 因此 这个誓实际上是上天的意志 展示于世间 世俗社会 展示给人们看的这个征兆 这叫做誓 那么拿一个东西给人看 是这个誓 这个誓本来是看的意思 段义才 在给说文解字 做著的时候 说这个凡是表示 观看意的动词 往往 都另外有一个始动意 那么观 也可以是始观 观也罢 是也罢 包括这个读 比方说 荀子里面 讲到 王公 这个诸一不赌乎外 则王公不以为宝 赌乎外 就是显露在外面 使人能够看到 使人能够看到 所以这个读 其实 应该是这个读 是使人看到 自己显露出来 当然 这一组动词 只所以都有始动意 跟他们带宾语 所带的宾语是有关系的 如果是带一般的对象 宾语 看到的东西 这个非指人的名词 那就是一般的意思 就是看的意思 而如果后面带指人的名词 往往是使看的意思 好 现在太史在写下来以后 在朝廷上拿来展示给朝臣们看 大臣们看 这应该是当时的一个惯例 而且我们也知道 在春秋时期 人们记史主要是写在 这个简读上面 写在简读上 就是木简或者是 主简或者是木读上面 好 宣子当然看到了 这一条 他就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他说这样说不对 不合乎事实 不然 就是 事实不是如此 不是我士其君 太史就回答说 您 作为正卿 在逃亡的时候 没有越过边境 没有越过边境 返回的时候 又不讨贼 讨 是在 舆论上 攻击 犯了罪过的人 所以 所以 课本著说是生讨 王不越境 反不讨贼 这是一个对偶形式 那么 这个前后 大家看 王和不越境 反和不讨贼之间 是两个世界 是两个世界 两个成熟性的成分 但是却没有用儿 我们在读古书的时候 碰到这个地方就要问一下他为什么不用儿 能不能说王而不越境 反而不讨贼呢 其实我们碰到这样的例子 自己反复揣摩 时间长了 就会对儿子这个上古汉语当中很特殊 但是又很重要的虚词 就会认识的比较清楚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儿 不是您是谁呢 这里面有一个这句当中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儿子我们说是连接两个未词性的成分 但是这个儿子的后面是谁 是一个疑问代词 是一个体词性的成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儿连接的是两个判断句的未语 古代汉语没有判断词 没有细词 因此在句法上表层 我们看起来就是儿连接了两个 而两个成分当中 有一个是体词性的成分 前面这个因为用了否定副词非 所以我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非子不是子不是您 是一个未词性的成分 但是后面是一个肯定判断 所以在形式上就是光秃秃的 好 宣子听了这番话以后就大声的感叹 左传里面宣子是用的呜呼 但是在公羊传和古良传里面都是用的这个感叹词 这个西读起来的话 按照古音读起来的话 有点像今天的嗨 那么下面赵宣子赵顿就引用诗经里面的一句话 说我的怀念 我怀念这个事情 怀念什么呢 并没有出现 我们课本上说是怀念祖国 实际上这是意义 根据这个特定的语境 认为它是怀念自己的祖国 其实是因为我内心里面深藏的那种感情 那种怀想 而导致了自疑 疑气 这样的结果 就是自己 这个 给自己找来了 那个忧患 那种忧患 好 圣经里面的这句话 大概说的就是我吧 其我之位 就是其位我宜 我是位的宾语 现在提到前面去 那么中间用一个知字 来复制这个前置的宾语 孔子听到 这个事情的 这个 始末以后 做了自己的评价 在左传当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一个事件 孔子会 做出自己的评论 而 左传的作者 也会把孔子这个评论 很郑重的记录下来 他说这个 董胡 是古代 的好史观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下面 书法不隐 是解释 他前面这个判断的原因 依据的 就我为什么认为 董胡这个史观 这个晋国的史观 是古代的 这个好史观呢 是因为他记事的原则 就是不饮恶 孔子又认为 赵顿这个人 也是 值得称赞的 一个 好的大 好的大臣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 我们看史书的时候 史书记载是 赵顿 士奇君 但实际上 他只是 为了这个 技术历史的原则 技史的原则 而受了这个恶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